我們到邱文彥委員以後我們做一個休息 主席各位同仁,我請教一下次長 邱文彥議員,等一下,我先做個程序的發言 今天不是審查這個法案嗎 那這個部長開會通知的時候,我看到說部長要來 對不對,開會通知有請部長 那為什麼部長沒有來 跟陳委員報告,這個部份部長有跟我請教 因為他今天有監察院,另外有要工 那我就請教一下次長 那個部長為什麼沒有來 是他另外有要工 要工,你家主席都講監察院,你還跟我講要工 不好意思在這邊講監察院 不是我知道,我在這邊把他的行程都這樣 我知道他是另外有重要的事情 請教主席的同意 但是我現在問你說,你要告訴本委員會說 那到底部長為什麼請教啊 你要講清楚啊,你跟我說個令,我說我聽到我會打起來 本來要好好跟你問 為什麼請教 是,因為監察院有一些 那什麼案,監察院在查 是李朝青的案嗎,還是什麼案 不是,一般來講都是跟這個公共設施 用地啦,保留地啦,還有沒有開闢,已經徵收沒有開闢 就是全國性的問題在做一些爭訊 好 這個 我只是 這個希望說 這個部長以後請假 應該敘明理由 那也能夠把他請假理由告訴我們委員會 這個是對委員會的尊重嘛 你不要說每次在請教都說 在令友要工,你就在請教 請教那麼好 對不對 啊只跟主席講 那我現在在問你,你還跟我答說什麼令友要工 對不對,啊來這邊不是令友要工 這邊不是要工嗎 那最主要 監察委員是 你為什麼不跟監察院請假 對不對 是也許一些都市計畫的人口管制啦,公共設施的問題 沒有啦,我只是請你說以後請假你就把 我們委員會問你,你就把請假理由序明清楚 我再強調這個重點啦 不是說他請假我說我們不准假或什麼 主席都准啦 對不對 是 好,那接下來我還是進行今天的質詢啦 就是說 部長啊在上個禮拜才答應我說啊 這個有關內政部補助南投縣政府這些工程 要做清查,我們署長也在這裡啊 然後部長跟我講說 這個我問他說要清查 他說大概要問他多久的時間 他說他給他一點時間 那我問他說三個月好不好 署長也在旁邊大家討價還價 所以就三個月,大家講好就三個月 那我又追問說 這個因為 李朝青縣長這個爭議那麼大 那 這個部分應該是內政部補助的 這個要清查清楚之後 才遵以赴旨 好 李鴻元部長跟我講說是的 沒有錯 理論上是如此 而且這個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得 部長就有這個審核這個權利 對不對,那你剛剛告訴本院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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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職的申請書已經送到 部長的辦公室嘛 對不對 是 那你的了解會不會批 我沒有辦法 呃,代替部長來表示意見 但是我從 但是我從 部長今天沒有來啊 但是我從 所以大家看到都依法他要 核准他付職啊 但是從地制法第七十八條的 呃,過去的案例齁 還有 審酬他的立法的嚴厲啊 是應該 呃,要同意 那部長 上次來不就在跟他爭校耶 部長不就在說得 然後他會跟院長報告 那我就問你啦 你是次長嘛對不對 他已經跟院長報告了沒有 是有報告 有,那院長說什麼 因為這部分是地制法規定的主管機關是什麼 對啦,那院長跟部長說什麼 叫你去擔吧 叫你去擔,你都擔起來啊 是不是這樣 那院長有沒有跟部長講說 這個社會爭議那麼大 按照地方制度法 有相關的這個 這個裁量權 那這個是要等一下 而且 部長 半個禮拜在我們委員會也講 講非常清楚啊 他說這個得他知道 法律的規定他很清楚 所以 我才在問他說那三個月的時間 查清楚再準他付職 他還跟我講說理論上是這樣沒有錯 我還要最後 跟部長講 那我就等著看你說理論上跟實際上 你怎麼批 你怎麼 等他就吃西瓜環境 那部長在外面就講說 伊法要核准他付職 蛤? 市長 院長有沒有政策指示 沒有 蛤? 我所了解就是 部長的考量就是地制法第78條 那院長的考慮是什麼 院長的考慮 院長的考慮是什麼 這我不知道他們談的內容 但是最主要 我早上我還有跟部長在 在出門之前有跟部長報告嘛 那部長說按照地制法第78條的規定 從過去的案例 從法條適用 還有無罪推定 以及無差別待遇的原則 那應該是要 他的負值 他的負值與否是行政材料 這個並不是一個所謂無罪推定 你們很多的行政處分 本來就並不是基於無罪推定 你必須整著所有的證據 所有的這個相關的一個案情 對不對 所有人都說 大小工程都貪 這個那麼明確的事情 當你們行政主管機關在做判斷的時候 你當然是必須基於公眾的一個利益啊 對不對 你說好啦 那我就問你啦 你說慣例 你所有的慣例都找過嗎 我們也了解過鄉鎮市長的這種例子 那幾乎都是恢復 都是負值 那有沒有案子是 暫時不准與他負值的 沒有看到這樣的案子 你沒有看到 2005年11月15號 你回去查 是 當時的中國時報 南投縣政府 當時有關這一個 這一個相關的這個鄉長 謝明輝申請負值 民間鄉 林仲南縣長就不同意啊 就暫時不准他負值啊 怎麼會沒有案例 所以 市長 這個你們說沒有案例啊 說什麼依照慣例 全部都是假的 在國會 你也 我們在做政策的質詢 你如果這樣大家都不用出順 對不對 你說今天上禮拜說的到現在都完全倒閉 對不對 那做什麼政策質詢 對不對 那做什麼政策質詢 大家怎麼在政策上辯論 對不對 部長可以不守誠信 政府可以不守誠信 然後 在這邊 跟委員 做巡打的過程裡頭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隨便復原兩句應復原 我覺得這麼好應付 不然你就上個禮拜你不要這樣講 你答應國會的 你做了政治承諾 你就是要遵守你的政治承諾 對不對 你就查 查完沒有問題你就准他負責 你們這樣 這個市長 你們形容在包庇李朝青啊 你們就是在包庇李朝青啊 我 這個 市長 是 李朝青縣長回去啊 幾乎所有的你回去問南投縣的這個縣民 大家都反對 我真的用一句馬總統的話回敬你了 馬總統當時在特別被起訴他怎麼講 民主行業 善良者徬徨無措 邪敗者 消教人好 你們就是要消教人好的幫兇啊 你就任由李朝青在南投縣 消教人好 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所有的工程 大大小小的工程 你們還沒有清查清楚你就准一個 涉嫌貪污罪嫌涉嫌重大 的 縣長回去父子 還去當父母官 真的是可恥 我跟你講 這個部長 市長 真的是可恥 什麼叫慣例 我剛剛就舉了一個例子啊 你還跟我講說沒有慣例 沒有例子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本部的部分啊 那我們從地制法頒布之後 你剛剛還跟我講說向政黨 你不然說向政黨 我說從過去的官方 你沒有講大部分 你剛剛說所有的案子怎麼樣 你自己去查清楚 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假如說沒有查清楚你就告訴我沒有查清楚 我都查得非常清楚你回去自己看看 你自己回去看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真的坦白講 這個我國民黨一定會付出政治代價 對不對 現在有賴素汝 林毅士 再加個李朝青 你們國民黨 沒四百條命 你再讓李朝青回去 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 真的 坦白講我真的是很痛心 真的是痛心疾首 大家講這個在委員會你也講過 政府長也說要清查 結果現在連清查都不用 就叫他直接回去上班 清查的部分還是有在清查 有有有有人交代清查 因為最主要就是 清查沒有 你清查沒有 部長那個縣長在那邊擔任縣長 對不對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這個人等 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說 涉及到這個貪污共犯的人 還在縣政府上班 你清查什麼 你怎麼清查 你把他騙 好啦 我問你其他的 真的是你們 你們真的是很可恥 我跟你講 另外一個齁 這個次長 我們今天審查 阿杜根條例第十九跟二十七條 那今天為什麼社會師沒有來呢 對不對 我們今天還跟衛環聯繫啊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請說社會師的人 對不對 社會師的人又來 有有有有 你師長也要來 對不對 你叫 你叫 我當然是很尊重我們 行政官員 對不對 對你 社會師 就是跟這位社會 不利社會公益有關的這個主管機關嘛 對不對 阿你當然我們今天在談社會住宅 阿你主管的這個社會師又沒有來 對不對 有什麼些需求 到底需要多少 我們當然要問社會師也很清楚啊 不是嗎 你們今天社會師應該要來啊 好 那個 那個 社會師的請回 專門委員 我是剛剛跟你講說 這 不可以大家客氣 客氣你們都習慣 對不對 你還是要很尊重我們內政委員會所有的委員嘛 是 那我現在要問 有些問題我都問不出來 因為跟他有關 跟社會師有關 我怎麼可能去問一個科長或者是我們的專員 對不對 專門委員 那個次長 是 我們現在營建署啊 那個署長也一起上來 我們現在營建署啊 我在查你們這個 都市更新網裡頭啊 他的更新的日期是2010年 好 這個 2月1號啊怎麼都沒有再更新 都市更新網 都不更新 怎麼會這樣 啊這幾年都沒有再多更新喔 這問題是出在哪裡啊 那我現在這個資料問你 等一下要被你K對不對 說我沒有更新我的資料 請為指教 為什麼沒有更新都市更新網 結果 網頁都不更新 就2010年的資料 那我就用這個資料問你可以嗎 我講這個數字 跟現在的數字 有不對的地方請你指教 裡頭啊 提到說留社公共設施大概2000坪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的這個比例啊 大概3700坪 所以我把我們都市更新網裡頭 有關都市更新屬於 公共利益 或者是公相關的這個 這個社會 福利有關的相關的這個 土地面積把它加起來大概是5700坪 大概5700坪 大概差不多這個數字沒有錯吧 差不多吧 沒有錯吧 包委員這一部分應該是 內政部都市更新網啊 對啦 但是主管 主管應該是我們 國產署啦 好 有關這個部分 大概是5700坪 假如按照你們的資料 但是國產局公佈啊 參與都市更新的比例啊 大概是60公頃 59.7公頃 那換句話說 有關公共利益使用的這個部分啊 大概不到3% 簡單說就是說 國產局的地方去參加都更的 都不是把這個土地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 政府提供 抱歉 政府提供的有關參與都更的這個面積比例啊 大概政府提供的比例大概是60公頃 那假如你60公頃跟5700坪 你大概 提供參與都更裡面 這些土地裡頭 只有大概3%啊 是屬於公共利益使用 我這個數字沒有錯吧 委員兩個啦 一個剛才委員提的5700坪啊 是民間都市更新拿來 留下來做公共設施的 像道路啦 人行道啦 等等這一個 那第二個 根據我們剛才編護組長 有在這邊報告啊 他60公頃 他是有各式各樣的樣態 比如說 他是全變 或者是 蓋藥 或者是實施計畫 那質疑已經 已經完成 可以確定的 大概只有370 我如果沒有聽過 370個單位啊 也就是說 可以分回來的 所以 你說合定 你是合定 還是說已經完成 已經 應該是 是完成吧 是不是這個 好好好 我要時間搞啊 來 我待一分鐘就好 好不好 主席 很抱歉 好啦 我問簡單的問題 就是剛才 委員提到那個 公益設施或 協助開閉道路 都是地方政府在審議 更新事業計畫的時候 由實施者 因為他有容積獎勵 他提供的 對 這跟有沒有共有主席 是無關的 第二個是 公共有主席 都市更新 目前已經 差不多 因為有辦全力變換計畫 快要完成的 我們大概現在 分回來 到目前為止 分回來是 有396個單元 不是 我那個 署長 跟次長 我簡單講 因為我時間到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回去把這個 比例參與 比例參與 這個所謂社會住宅 或公共設施 這個比例非常低 所以簡單說 政府提供的土地 都去跟屬人的地主 去參加人的都更 去參加人的都更 我們在現行的 相關的 包括說 這一個 這個 國有財產局裡面的 這個都市更新 事業範圍內 國有土地處理原則裡頭 這些幾乎我們的 國有土地都不參與 都不是由政府去主導 所以都變成 政府出五千八千的地 結果都去參加民間 民間辦的 這個都市更新 那大家會覺得說 你這個相關的這個 土地是不是涉及到說 是土地少數的地主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 這個財團嗎 大家會質疑嗎 所以我主張就是說 你應該是在 國有財產局裡面 這些相關的這些土地 我們內政不要去跟 國有財產署協調 把這些國有財產署 把這些土地釋出 然後興建社會住宅 或者是其他公共設施的 這些公益的使用 這個比例要把它提高 謝謝各位 陳委員 我們大概27條的修正 現在是 已經收到大宴來 27條修正就把這部分改過來了 就是以前 國有土地 一定讓入杜根 常常會造成民間 以小吃大 那現在我們現在把它修正過來 就是說你 財產的管理機關 它可以另有計畫 另有計畫 就是陳委員提到 它可以做數位住宅做公共 那個國有財產署 我是不是可以要一份資料 就是你們在大台北地區 台北市 這樣比較簡單 台北市你們國有財產局 參與都更 這歷年來你們參與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這個資料 這個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份給我 可以可以 你們到底提供多少土地面積 到底是誰在主辦 你們佔的比例是多少 這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份給我 一個禮拜可以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